我们今天讲的壁谷的课题 完全不是社会上那种商业炒作的 那种搞搞小蛮腰 搞搞自己的身体 肉体偶尔健康一下 刚才说你都不能这个高血压酸高 你这个在壁谷时间你是不用吃的 但是你退出壁谷你又回去原来 那不是偶尔的这么搞一搞吗 它不解决问题呀 为什么不解决问题 你没有从修真高度上去看待壁谷 古代的壁谷 原始试图传承的壁谷 是教我们修真用的 不是今天食宿的商业炒作的壁谷 更不是现在人味的编派的壁谷 有的人是说这个壁谷期间 拼命地喝过汁 芹菜汁 萝卜汁 什么汁 这些汁 壁谷的 结果喝了最后上院了很多人 为什么 你的胃寒呢 胃是熟土 洗火啊 你这个是个人 你就要用火来陪自己的胃土啊 所以不吃不喝是这个壁谷的很重要的指标 你不吃不喝 不吃水果 不喝这个 因为你不能够喝这个热水啊 你只能喝矿泉水啊 所以你一天矿泉水 一瓶可以喝 一瓶五百升的矿泉水 可以喝三天四天 就OK了 壁谷成功了 你一天弄这个水桶 绑着 呱呱呱呱 往里喝 那你这个胃不被你弄大水冲的龙王庙了 你不就是必成病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食宿上的这个社会上 有人觉得这是商机 然后就拼命地去炒作 收取高额的这个金钱 然后来推动这个壁谷 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是燃胃的食宿的 这不是修真派的壁谷 修真派的壁谷 有很多严格的要求 因为你们都是跟我修炼的学生 乃至徒弟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讲修真论壁谷 你怎么通过壁谷 使自己返还成真人 返还成你原本不死的金刚身 这个重要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 去看待我们推动的这个壁谷书 师徒传承的壁谷书 和食宿的 犯着铜臭味的这个壁谷书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修真论壁谷 大家首先要认清两个实相 一 以你生存的宅子 生存的这个地球 城市 国家 这些东西都不会是用的 远离这些东西 所谓远离不是说你跳楼自杀了 你不在这个国家了 不是 是不在乎 不在乎我的房子住的什么样子 不在乎我的车子开的什么样子 不在乎我的吃的什么 用的什么 我的薪水多高 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去追求 我要成真 成为一个真人 这叫修真 修真 那么另外一个知道自己的生死 叫生命实相 释迦牟尼就讲两个实相 一个就是宇宙实相 我们的一报世界 是假的 它是永远的光明海 不生不灭 不够不惊的 我们的生命的实相 我们的古灵是不死的 是永远的 不能够被污染的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的 说我们死不了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只是业力的身 自己的善恶业没有净化 我需要去根据业力 去偿还自己所欠下的业债而已 我如果通过修真的方法 我把自己的本体 回到自己的 金刚不坏的永生身 不生不灭的身的时候 那么身也不是菩提树 心也不是明镜台 我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的业力何在 抖擞精神 一身没有业力了 因为我就是那个大虚空 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张补生 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我张补生的业力 谁来担当 我自己都不在了 谁来担当这个业力 这是什么 这是修真的窍诀 就是深空 深空 深空就是要知道自己 肉体身 这不是你自己 深空就是知道自己的思维意识 不是自己 深空 深空以后 你是不是就不在这个人世间 No 你没有累赘了 没有包袱了 没有任何的担忧了 你这个在人世间大自在地活着 该活一百岁还是一百六十岁 还是两百岁成为老不死 你继续活着 但是身心自在 身心自在 那么我们避古的目的是干什么 避古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的真主人 能够从这个染污中拖出来 从一堆垃圾中挣脱出来 这是自己的真我 真主人 这个真主人他在哪里 为什么古人说得很清楚 就是你要想长生 一定福中无良 你这个腹 腹部 大家知道腹腔 胸腔 腹腔 你要肚子里长空 腹中无良 肚中无始 肚中无始 你就是没有始尿 干净的 也不拉始 也不尿尿了 你成真了 你成真了 为什么成真 你原本是真 你埋在这个始尿中 你这个真人被你用始尿给埋没了 熏得他不出来 臭 然后他刚好在胃后面的黄庭里面是他的宫殿 你吃的这个胃脏的就跟个什么似的 刚好把他的门给堵住了 你如果胃空的时候 他不去挤压这个你的中宫 他的黄庭这个庭院就宽敞了 这一宽敞了 这个清清净净的 没有始尿味 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吃进去的垃圾的东西 熏死他了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屁股 你空了自己的饮食 不吃不喝 然后里面都是真气 所以是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庭院大开 中庭大开 黄庭这个地方 他就很宽敞 很清净 你的真人就打开他的门 出来透透气了 这个时候黄庭真人 也就是你的那个古灵 老不死的灵 他才会出来透气 一透气了 他一看 我这个国家乱七八糟给你们整的 我非得把他治理一下 好了 他开始做主人了 指挥你掳朗腔 胸腔 下腹腔 体内的万神 去清理各自的房间 各自的城市 肝有肝神 肺有肺神 脾有脾神 肾有肾神 五脏皆有神 黄庭真人不出来 阴神在那大闹天空 如果黄庭真人出来了 他号令群雄 是阳神 天兵天将来了 正神来了 屈处邪魔鬼怪 一身光明 一身清清 所以自己的真人 出来以后 六神有主 然后体内万神朝礼 听命自己的国君 然后这个国家 很快地就富强 国富民安 所以你的身清 体清 体香都出来了 然后神智都是清醒的 因为你众神都醒过来了 之前都在睡觉 为什么睡觉 被熏死了 放了毒气了 所以都把这个阴神 做了你国家的主人 都是奸臣当道 没有忠臣治国 这个老百姓多辛苦啊 在佛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人体内 到底有多少众生啊 所以是在藏传佛教 有一本经特别强调 修行人不可以自杀 为什么不可以自杀 经中说 因为你体内 有八万四千众生 皆一类你的形体而生存 活着 你如果自杀 你不是淡了自己的生命 你是断了体内 结局在你身体里的 八万四千众生之命 你只要活着 他就可以活着 你自杀了 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把体内八千 四万众生 八万四千众生的命 就没有了 就像我们生存的地球 不能毁坏 为什么不能毁坏 他一毁坏了 这个地球上的七十二亿人 他怎么生存啊 人类就有七十二亿 还有那些蚂蚁呢 还有那一头地球生存的 那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飞鸟昆虫 这个什么东西都就 地球只要一粉碎了 这些生命都没有寄托了 都就会死亡了 那你这个肉体 是一个三千个 大千四件的浓缩体 所以你体内养着的众生 不止八万四千众生 到底有多少众生 你有一个细胞 就有一个众生 就细胞神 所以这个数量 现在我们人体 到底有多少个细胞 有的科学家提供了个数字 说七十二亿个细胞 我们有七十二亿人 他说有七十二亿个细胞 这怎么数 不知道 反正数字这个东西 我是不感冒 但是我告诉你 无量 无量 皆以你这个肉身 这个虚弥山 而撑着 而活着 你体内就有空居天 体内就有色界天 无色界天 体内就有地狱 体内就有畜生道 所以你这个人体里面是一个大千世界 是三千个大千世界 都浓缩在你的形体里的一个众生界 所以我们修真人是干什么的 叫一体成真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成真 对不对 那你把体内的所有的众生 都让他变成佛 都让他回归道 都光明了 一点业力都没有了 你就成真了 这叫一体成真 所以在地藏菩萨的这个经典中 告诉地狱不空什么 事不成佛 你的体内的地狱 不但是地狱 你体内的畜生界 你体内的这个天界 体内的人界 体内的这个恶鬼道 有时你恶的 这个不吃东西 难受死了 那你不吃恶鬼 又没有东西吃 对不对 你身边没带东西 不是说买不起 有钱都没地方买 关门了 那饿死你了 那不是恶鬼道 你体内的恶鬼在作祟吗 给你的意念 你难受了 这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修真论壁骨 你要图出这个重点 不是说老师又搞一次壁骨信号 又哄着我们省钱 不吃饭 错了 之前没给你们讲到这个重点 我们的壁骨 是师徒传承的壁骨 来自于八千年前 这个人际的祖先 经过皇帝 问道于广城子 经过太上老子 那么经过我的恩师 熊春景教授 传播出来的 这是一个修真壁骨派 我们的壁骨不是目的 修成真人是目的 所以大家要从高度上认知 你们是有福的人 给自己一个掌声 很多人觉得 又要讲壁骨不要听 不来听 你吃大亏了 你错过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这么好的一个世界 所以只是以为又讲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题目从来不再讲了 释迦牟尼一辈子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说是人家得着倍儿 就去跑到师父跟前听经说法 没有这么傻的一个个儿 食宿间的东西 把你们羁绊住了 儿女的事 老人的事 自己的事 反正这个题目我听过了 不要听的 可惜 你被因我牵着走了 你没有真正的重视 师父讲的每一堂课 它是不同的 它是从更高的高度上往上带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知自我 一个真我 一个假我 回归真我 这是要壁骨的原因 这是大家要懂的这个科学的原理 从修真的这个高度上去看待壁骨 从精英宵夜上面去看到壁骨 从修心 修性 修命上 体内的八万四千个众生 和你一起来修真 这个高度上去看待壁骨 而不是从这个减肥啦 很有效果啦 降血压啦 这都是什么 这是实俗的 这不是修真论壁骨 是你的养生壁骨 健美壁骨 减肥壁骨 这跟我们修真派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们很难听到修真派的修真论壁骨 这是一定要借鉴修真 性命双修 体内万神都有命 不可断万神之命 万神和我们自己的灵一体成真 都成真人 所以你自己将来成真的时候 是成就了无量真人 不是一个真人 最后和你的整体都一体成真人 那么度尽体内的众生 内成外旧 你就成佛了 你就成到了 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一定要在有传承的师父的引导下 去完成星空和升空的修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